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打了一个强心针了 本来就想说我们这个应该是已经胎死腹中了 然后这次的这个办公室的成立的确给我们当地的居民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是有成功的希望 我的感觉是说透过市政府这一次那么积极 让我们的住户大部分都有感 透过他们的推动 长期在这里跟住户沟通 让住户很多的疑问能够有所解答 是对都更是有帮助的 最近地震又那么频繁 所以说大家都会怕啦 不要说不怕啦 最近地震频传大家都非常关心基隆市都更的问题 然而我们也要跟请中央帮忙 我们现在的海沙屋的奖励 融基的这个奖励远低于台北 是不适合这个基隆来做这些都更奖励的 更何况基隆的房价也比双北来的低 但是我们都会继续的努力跟中央来争取 然后也透过都市计划都市省议来增加基隆的一个都更的诱因 从现场民众热烈的参与气氛 可以感受到这个联红社区的凝聚力相当浓厚 尤其近来地震频传 大家对于围绕都更的共事加速凝聚 相信这个联红社区的都更工作站示范点 非常值得各界期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而都市更新专案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日 市长谢国良立马带队进驻联红社区 启用铸点工作站 展现基隆推动都市更新的决心与效率 画面上市市长谢国良带领都更推手 市府秘书长方定安 与都发处长谢孝坤 与居民面对面 希望透过这个联红社区都更工作站 来积极推动围绕都更 对市府团队的用心与效率 来到现场的多位市议员 与立委代表等意见领袖 都相当认同与肯定 其实我比你更紧张的都根 有什么地方 他说对 刚才是我们的家庭 他整天你问我说 这东西要去 很危险 我比你更紧张 当然 这时候我们的市长 有邀请这么好的团队 当然 如果我们这些团队 以来要知道这些事情 一定要向上上心 现在你相信市政务 向你这些团队 以来你要相信这些建设 以来你要相信这些建设 当然了 都根 你可以再等 有什么 你等待会越多 你现在一边 可能你第一点 你等待会 你等待会 身份那些团队 人工越多的时候 原本就没有那些机会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些团队 在当地的身份 知道你出门 我会说一下 这些人一定要走 这些人又走不出去 我们未来又等待会 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机会 0403 第1 今天4月30号 他需要清理 都根的办公室 他刚才是最重要的 他说你听到的 你找到 问到 最重要的 做得到 做得到 也要你到三天 大家 都根本有什么都不信 就是刚才像我们保密署长 高队 只有一家乘 就是每天都为了 一瓶或一瓶 多少钱 刚才我们同仁有说 这久人工 材料是越来越贵 尤其是住这种危险的家 是越大越怕 尤其是我们第一个人 余政不断 他当时要再来爆发一次 我也不知道 所以说在这里 拜託大家 我们这个办公室的生理 刚才我们市長有说 我们刚才有这些 我们机会做你的后院 变在预算 设计 很多人教你 专家要人教你 来协助你 他最终的就是 你们要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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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团队 在这边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房子是你们的 要不要盖是你们的问题 要不要好是你们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现在市政府 已经有这个都根办公室 来协助大家 希望大家 你要现在一屏 现在如果说你一楼 一楼说两千万好了 你愿不愿意把它换成 以后价值更高 四千万的价值 我们不要一直在 局促在说 我要一屏换一屏 我要一楼换一楼 我要一楼换一楼 我要宣导 跟各位分享 我现在的房子 有价值五百万的价值 但是盖好以后 我是三千万的价值 现在没有多久 我跟市政府做的来看 因为我们市政府做的 马上成立这个工作站 这真的是用心要来做事情 所以都希望说 要像我们刚才的乃琳議員所说 有的时候 不要在你结交太多 未来会更好 你如果结交之后 才会不会成熟 我跟你说 既然是幽数以来 不能处更成功 现在 因为我们市政府 成立这个团队 就专心来来 参照我们大家 从这个身份来完成 相信市政府 一定要做 一年五年 来配合大家 只要大家更新 我相信 我们现在安律社区 这个 这个厉害支援公司 已经有一个 很好的议会 开始我们建设 那种议会 要完成 那也感谢很多 议会的支持 我觉得整个 都根办公室的 整个规模跟人力 尤其在我们 做到一个绩效 跟一个成绩之后 还要再跟议会 请求更多的资源 来增加 我们都根的能量 因为基隆市 有待 要都根 要更新的老旧房屋 实在是非常的多 地震又频传 所以这是我们未来施政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今天也感谢各位 议员的力量跟支持 好 OK 有关于对矿区的问题 基隆我们都要 想我们乐见 中央跟地方 有一个统一的做法 那这样子统一的做法之后 大家都可以觉得 比较 可以按照这个标准 就是大家都一起来 共同的来改善 这样子的一个 目前的法规的不足 根据内政部统计 基隆市平均屋林约33年 超过30年老屋将近有5成 在地震频传的情况下 基隆的都市更新 已经刻不容缓 都发处长谢孝坤说 市府已经成立都根专案办公室 除了完善都根法令 全面盘点本市公有土地 找出具有开发潜力的基地 并透过行政协助来推动之外 希望透过都根办公室的资源与人力 与社区建立沟通桥梁 来协力促成社区都根意愿的整合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这一次市长谢国梁 带领市府秘书长方定安 与都发处长谢孝坤 直接进驻联红社区工作站 希望借众方定安 在台北推动的成功经验 帮助基隆进行都根 我们希望这个地区联红 可以成为我们基隆 第一个都市更新成功 也是一个示范的一个典范 我们会把这些 过去的这些经验 全部都用在我们联红社区上 很多部分我们希望 大家一起努力 凝聚共事 街坊凝聚 大家平常就可以来到 我们这个都市更新铸点的工作站 我们希望这个重点公论站 大家来聊天 来了解大家的权利 重点 同意书一定要有 大家一定要有同意书 这才是最关键的所在 介隆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 曾经担任台北市政府都发局副局长 他根据过去在台北 推动都根的成功经验 归纳了三个重点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社区居民的共识 是否能够凝聚 更新的一些都根的机制 都能够用在我们联红社区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大家 社区的这些公司 这三个加的起来 我想都根成功的机会 自然就会提高 这里机制民众 以及政府的努力都进来 建商才有机会 他看到这些 他才愿意进来 如果前面三者都没有的话 我想建商他只有在旁边等着看 他也不愿意进来 所以也许他的利润 没有像其他这个房价高的地方 利润那么高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建商 他只要不赔 他在这边是做一些公共利益的 我认为有些人他愿意进来 那我们会尽量去算出一个合理的利润 市府秘书长方定安也强调 民众关心的都根容积奖励 市府也将积极向中央争取协调 台北市海沙屋就可以直接用这个1.5倍 或圆融加三成这个概念 而且它是在外加在都市更新奖励上 但是 融基率 对融基率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奖励 但是在基隆是没有 然而我们基隆是不是可以定 可以定 可是呢 我们在都市更新的一个融基 有一个天花板的这个上限 没有办法突破 这个是全国一致的问题 所以 上限是多少 上限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 2倍 最多到2倍 1.5到2倍 每个地方不一样 我们还要看当地的一个状况 那 我们面对这些融基的上限 我们希望能够来突破 这个突破就是未来我们要努力的 那我们也有可能 朝都市计划的变更的方式 把一些相关的一些努力 是在都市计划 来跟中央来一起合作 在地震频传的隐忧下 围绕都更的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期盼在政府的专业协力下 逐步整合在地的都更共事 来打造更安全移居的家园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庆祝五一劳动节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隆重举办113年 五一劳动节的模范劳工表扬活动 由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表扬 庆祝五一劳动节 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表扬 250位模范劳工 获奖的劳工朋友相当开心 这场由市政府社会处主办的 113年五一劳动节 模范劳工表扬活动 在彭源会馆举办 邀请各界贵宾到场观礼祝福 包括多位市议员跟立委林佩祥 以及基隆市总工会 基隆市工业会 基隆市商业会等单位共襄盛举 感谢劳工朋友 对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 今天很高兴能当前模范劳工 那因为我从事于是来自于运动 我喜欢游泳 跑步 脚踏车 我是从事于三铁 那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已经是很进步了 那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 也不要忘记运动这件事情 能让你有强迫的体重 强迫的体健的身体 可以照顾我们下一辈的 让我们的国家的前程度越来越好 本身是开一家无菜单的西式的料理 对 那我今天很荣幸来参加 就是融获这个模范劳工 对 那我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说 在任何一个新的职场都要坚持 然后下定决心永不放弃 然后一定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那我的餐厅是叫漁夫私房料理 在哪里啊 在复兴路的那个240号之一 之前中西市的餐厅都做过 所以就是自己又开了一件意大利面 然后也做一些有创意的料理 跟平价的意大利面 对 开在哪里 在这个基隆的市区 艾尔路这边 餐厅名称 餐厅的名称叫多吃一点 对 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期许 我希望以后可以就是 开放加盟 给一些想要创业的年轻人可以来教育 对 那本身也有在教 教人家做餐饮 意大利面这一块 所以年轻人要创业也可以跟你学 对对对对 你想要好好推广 对对对对 感谢各位老公朋友 对基隆市的产业 对基隆市的各项工作的付出 向我们深深的表示深切的感激 那我俩一直就任来 非常希望能够持续推动好的就业环境 所以大家都了解到 我们也宣布了 也即将在上阵博想 来推动一个劳工的有缘区 让劳工朋友能够更进一步的在 不管是他的在职训练 休息 还有各方各面的功能的推动 能够给予协助 像今年下半年 我们预计也希望 可以跟美国某个理工学院 对于供应和物流的领域方面 创造更多的传学合作的契机 可以打造更好的就业环境 然后打造更多的产业资源 基隆大基隆 在未来的基隆捷运的发展上 五个站在第一阶段里面 我认为最起码有四个站 可以打造成各式各样不同的就业基地 所以在这边也是 未来也是对于基隆的产业 作业的增加也充满的期待 佩祥还是特地 假动之后直接赶回来 跟我们所有的模范劳工说一声 辛苦了跟佳节快乐 毕竟来讲 每一位劳工都是我们基隆 最最重要的这个经济 经济动良 经济命脉 没有他们的付出 没有他们的辛苦 我们基隆市 不会变成 变成一个这么有爱 这么好的城市 所以在这边 佩祥特地过来 祝我们所有人 所有的劳工朋友们 除了劳工节快乐之外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能够身体健康一些顺利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劳工的节日 今天很高兴 也非常谢谢我们 谢国良市长小爱爸爸 也给我们创造很多 基隆的建议机会 希望在他努力 和配享立委 我们来创造基隆的优质环境 比如说我们这个 游轮现在开始又开始来 我们能征集游轮 我们留百分之二十的游客 留在基隆 我们在基隆塔 这么漂亮的地方 在留在基隆 多逛逛走走 就像我们去 去留学做游轮器一样的 咱们在基隆的半天之游 有百分之二十的话 一年就创造几十万的人 对基隆是很大很大的 的经济效果 来自各行业的模范劳工们表示 相当感谢市长谢国良 结合资源 带动基隆的产业经济发展 重视劳工在职训练 市府也将与劳工朋友们 共同攜手 创造基隆 优质的就业与生活环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和日本广斗县 吴市 2017年 地结为姐妹市 为了要深化两市的交流 议长同姿委前往吴市参访 并且和吴市市议会 地结为姐妹会 在吴市最重要的祭典 五港级上 台北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 处长洪英杰 以及上千日本民众 和基隆市议员 张芳立 联恩典 陈明健 洪森涌 陈宜 陈文庭 张浩瀚 施伟正 张芝豪 许瑞 此 陈均佐 以及曾宜芳等人 共同见证下 由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志伟 和吴市市议会议长 中田光正 两位议长 分别代表双方市议会 地结为姐妹会 双方护赠地结姐妹式 紀念品 基隆市议会 除了循台湾古礼 带来喜丙庆祝之外 更特地准备传统新娘婚后 歸零用的 刷楼家 象征祈福 兩市市议会 友谊长存 都是拥有天然 两岗的城市 也是地理特征 还有观光资源 极为商市的一个城市 期待我们未来 两会在推广文化 经济 还有观光各方面 透过彼此的交流 还有合作 共同追求 城市的发展 与增进 民生扶紧的目标 双方地结为姐妹会 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 互遵循台湾办喜事的古礼 除了带来喜丙庆祝以外 还特别准备了传统的带路基 象征着祈福的意义 期盼两市议会的运作顺利 友谊长存 这也是奎为二十年继日本横冰市议会之后 基隆市议会再增加一个日本的姐妹会 位在日本广岛县的吴市 大约有二十三万人口 自古以来就是海军重症 吴市市议会议长中田光正 特地邀请基隆市议会参访团一行人 到吴市市议会参观 请各位议员就座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这里的电子化 而且把领域列起来 可以看得出來出席率 所以表示 University 台湾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 尤其我们基隆 也可以跟我们姐妹市学习 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出席方式 不会像签名 prisoners 他是说自己 确实在议员位置上 雙方市議會在當天晚宴上交流熱絡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特地致贈海坤號潛艦限量紀念酒 給吳氏市議會議長鍾田光正 鍾田光正也回贈日本職棒 黃島鯉魚隊球衣給童子偉 我們基隆市議會跟吳氏議會 也締結為姐妹會 我們都是一個天然兩港的城市 也都富有軍港 在文化背景上有一定的同質性 也都是山海城 我想我們今天來到吳氏議會 參訪非常新鮮 他們這個議會只有十年的時間 只建造十年 所以他們在設備上是比較簡約 然後新穎的 然後現代風格 他們剛剛特別給我介紹說 那個牆壁是花崗岩 是吳氏出產的 他們的這個眾議院好像也是 我想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 我想這個民主的機制 就是大家互相學習 我們也發現他們的這個政府部門 二十幾個 比我們多很多 代表他們這個分工更精細 他們人口數比我們少 副市長也比我們多一位 我們一位他們兩位 所以我想 反正再透過這個政府之間的交流 民意機關的交流 我想可以增進我們彼此之間的友誼 那也看看彼此的民主制度如何來執行 那我們也順便了解一下 譬如說他們有很特別的叫做市民部長 市民部長 市民部長呢 就是要反應處理市民的心聲 這是一個部長的職務 那大家一定看不懂理市是什麼意思 理市就要處理醫療相關的一些問題 醫院等等的 所以很多蠻特別的地方 也是一個蠻新奇的 大家彼此有一些交流 那我想希望促進我們雙方的經貿往來 文化交流 教育都可以更深化的合作 帶兩市的友誼也更加的這個長存 基隆市和日本廣島縣吳市 2017年締結為姊妹市 期間因為新冠肺炎疫情 交流一度中斷 為了深化兩市在經貿 觀光 文化等各方面交流 在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委帶領下 市議會特地到吳市參訪 並且和吳市市議會締結為姊妹會 希望透過雙方市議會共同努力 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為兩市居民創造力多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對面那座山野 也太有形了吧 真的耶 閃電頭髮行耶 他們如果沒有先向政府申請就開蛙 被天眼照到就慘了 天眼 就是天上的衛星 衛星可以拍到的範圍 可是又大又清楚 而且一個月還回傳好幾次照片呢 任何人看到山坡第一次違規 都可以主動通報 基隆市山坡第一次開蛙整地 請通報02-2422-3339 由於改裝車夜晚橫行噪音老民 引起許多名怨 你的聲音我們聽到了 為杜絕汽機車改裝車擾人的噪音 環保局2月1日起將加重處罰 罰款提高 採儲金額從白天3000調升到6000 夜間6000調升到12000 依次加重處罰全國最重 環保局將嚴格取締加強執法 請無釋法 噪音打亂生活消除噪音的困擾 打擊不法的改裝車 我們向噪音說不 基隆慈雲寺整年度的重要慶眼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玉佛節及祭孔大殿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雲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疑慮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香火鼎盛的慈雲寺 113年全國新住民健行即嘉年華會 在朝靖公園舉行 參加健行活動的民眾踴躍 一起讓身體越來越健康 5、4、3、2、1 123年全國新住民健行即嘉年華會 4月13號在基隆朝靖公園舉行 參加健行的民眾早上8點半 從碧鯊魚港海公號前廣場報道集合 建走路線從碧鯊魚港到朝靖公園 讓民眾參加健行也欣賞基隆的海景 由壯闊的山景徐徐海風與浪潮 交織出一幅山水畫 代表教育部體育署 首先我要非常謝謝我們縣市聯合會 鄭景州政會長 連續六年辦理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希望我們推動全民運動 讓我們的國民都能夠健健康康 運動久久 健康久 那這個活動非常的有意義 教育部體育署就會繼續的來支持 我們一起共同來努力 我們期待這個活動 能夠每年越辦越大 我們的活動是從 理中主義當全民主廣開始辦 六年 越辦人有越多 包括我們今天在旁邊的 印尼 菲律賓的一共都來參加 而且我們今天的美食 一共有32攤 包括泰國 緬甸 印尼 菲律賓 越南 很多賣的都是 我們駕到台灣的 我們的新住民的 我們自己的 跟你兒一樣 我們非常謝謝 我們主力大力支持 從我們的一千人開始地界 到今天有三千多人 也謝謝謝國良小孩爸爸 我們一黨同主義大力支持 讓我們這個活動 越辦越成功 人口越多 多運動 身體會健康 在建走的終點 朝靖公園 有新住民朋友設立的攤位 提供各式家鄉特色料理 歡迎參加活動的市民朋友來品嘗 多元的文化發展與包容性 讓基隆有愛城市不只是口號 結合建走與美食攤位的活動 讓參與民眾的身心靈 都得到了滿足 我們今天帶東杏李 喜歡運動的李明過來 大概有五六十個 非常好啊 而且已經延續很多年了 我們每一年都很刺激 風和日麗非常的舒服 又可以看海景 好山 好水 好美麗 好好玩 這個是雲南的特色小吃 碗豆涼粉 對 這個是因為這樣 因為台灣我看到很少人 有人做這個碗豆粉 所以今天來做了一下 就是給台灣人品嘗一下 就是大陸那個雲南的特色小吃 很不錯 對 下次還會再帶小朋友 大家要帶他姐姐過來 沒有完全走 我說要人家爸 對啊 他說他會自己走 我們同志委議長的總獎者是 一千一百九十七號 一一九七怎麼亮 好 一一九七 很不可思議 你們先知道你們久等了 對對對 今天和姐姐們一起來見走 然後吃美食 這樣子 剛好今天天氣也很不錯 恭喜恭喜 都等好久了 因為我家住在情人湖附近 我就會騎腳踏車去逛情人湖 中華民國縣市體育會聯合總會 為了鼓勵民眾運動 在基隆市長 立委 議員 與相關單位的共同支持下 贊助抽獎的獎品腳踏車 讓民眾快樂參加劍走 品嘗異國美食料理之後 最後由大會抽出了幸運兒 再把腳踏車騎回家 記者丁克宇 張志佳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華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好 都請滿了 那就隨便請好了 請 稱呼 沈山你這樣停車違規喔 現在停泛合法騎喔 停車違規喔